《水浒传》第五十一回 叉翅虎加大牌秀英 美然宫五十小牙内 这回讲了两件事 第一件官逼民反 第二件人心险恶 咱们且说第一件 接着上回说 有运城县故人来到凉山坡附近 原来是雷横路过此地 被珠桂强留了下来 这位运城县的都头 也是为朝改宋将出过力的 要说雷横会不会直接来落草的呢 当然不会了 人家雷横在官府是有正经差事 都头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会跟你们来打家结社 不过人生有顺有逆 顺利的时候 雷横当然是看不上凉山了 可是当逆境之时 雷横的选择就只能是一个了 那之所以我现在说 雷横会遇到逆境 还是因为一个女人 白秀英 这个女子是运城新任之县的相好 最近在运城开启了勾篮 也就是一些声色场所 恰巧的是呢 一般都头出差回来呀 都会有一些休假 所以雷横趁着休息娱乐一下 也是常有的事儿 的确是有事体面 所以雷横就说 哎呀我这次没带 我下次一定多给你 要说雷横是堂堂的都头 白秀英一定是给面子呀 可是这女人仗着有支线的关系 对雷横是冷嘲热讽 那个白雨桥更是风言冷语 恶言相加 扫得雷横满脸通红 更是男人怒气 上去一拳 打得白雨桥唇开齿落 血流满脸 白秀英这边不觉得是自己娇猴 反而恨起了雷横 她回到家 对着支线撒泼打滚 就是要让支线抓住雷横 支线拗不过 就把雷横给抓了起来 当听则打 上架势众 白秀英到这儿还不解气 又让看管的老子 当着众人 拔掉雷横的衣服 以示羞辱 莫名其妙 遭此横祸 雷横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 倒也不惧灾祸 可是白秀英害了自己 还敢对老妈动手 为人至少的雷横 就忍无可忍了 原来雷横的老母亲 看见儿子当众被拔掉了衣服 一边哭 一边要给儿子松绑 穿衣服 这白秀英突然冲了过来 一巴掌 就把老太太给扇倒了 雷横一看 青筋抱起 提起木架 就往白秀英脑壳上砸去 白秀英啊 瞬间倒地身亡 雷横当众杀人 无可逃避 直线于是将雷横定成了死罪 拟定文卷 不日押亡几周 要说这押送的人 也是个老熟人 是朱童 朱童能救朝盖 救宋江 好兄弟雷横 他当然要救 可是救雷横 得待机而动 所以朱童在押送的路上 趁人不备 私放了雷横 至此啊 雷横被逼上梁山 已成了定居 其实朱童私自放掉雷横 是经过仔细考量的 因为雷横啊 已经定案 到了几周 这家伙一定会死 可是自己 要是把雷横放了 只要不承认 自己是故意放走 朱童的罪 一定不会是死罪 所以回去向知县自首 愿意承担失职的罪过 知县只好再将朱童定罪 断朱童二十级账 赐配苍州劳城 要说这朱童呢 他仪表不凡 美然过腹 在古代 这算是标准的美男子 几周知府一见他 就非常喜欢 将朱童留下来 自己食用 瞧得很 知府接见朱童的时候 知府那个四岁的小儿子 看见了朱童 瞬间迷上了朱童的 一把大胡子 直接走到朱童身边 抬起头 要朱童叔叔抱抱 朱童就将他抱在怀里 小孩子天真的 扯着朱童一把长胡子 笑得那是个开心 朱童呢 也根本不介意 小牙内拽自己胡子 更是抱着他上街上去逛 还买水果 买糖吃 这大概是水浒传中 最温情的一幕了 标形大汉 怀抱幼子 将猛虎细袖强威 知府看着也特别开心 就要朱童随时陪伴小牙内 当然温情永远不是水浒传的主题 反而会成为深陷难题之前兆 就在七月十五鱼栏盆大宅之日 城内各处放灯 这个鱼栏盆呢 其实是一种佛教的名称 指的是祭祀死去的人 人们放纸烧灯来怀念仙人 小孩子爱热闹 就要猪童抱他出门关灯 可是没走多远 雷恒突然出现在猪童眼前 雷恒你为什么来呀 猪童怕惹麻烦 就让小牙那边坐着 自己拉着雷恒另一边说话 原来雷恒是来劝猪童一起上凉山的 劝我落草 我当然不去 猪童简短的拒绝了 就往回走 可是这一回去 小牙内却不见人影 这孩子能去哪里 猪童正着急 雷恒说 应该是李逵 他见你不跟我们上山 就把那小牙内给抱走了 李逵是谁呀 江湖上太有名了 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呀 猪童更加心急 跟着雷恒来到城外 却见小牙内 早就被那李逵一腑砍死 倒在了树林中 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孩子 李逵你竟然能下得去手 就是为了逼我猪童 一起落草凉山 其实这等毒计 李逵那短路一样的脑袋 没想不出 大概率是同行的无用 他想到 一切已成事实 猪童心在低血 他不仅痛心自己的前途 更难过于小牙内的惨死 要我原谅李逵怎么可能 要我落草凉山 可以 但是李逵他得给我偿命 此时猪童已经被引到了柴剑庄上 不管谁来劝说 猪童已经打定主意了 要李逵去死 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救药之地步 李逵命将如何呢 咱们下回 孙姐 咱们下回